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短片一起来看 因为我一直在家中地的原因 我一直没有谈过对象 有一天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了全程热烈 看到了十位女嘉宾 一个真好啊 谁见谁夸 然后我就报名了 我这人比较特别爱面 就是宁可在家自己一个馒头 两口咸菜 就在外边也是我买单 记得有一次我出去忘带钱了 然后我去银行献取的钱 完了回去买单 那都感觉挺挂不住脸的 对于我未来的女朋友要求 就是她胖点瘦点都无所谓 胖点富才就是瘦点有骨板 我非常喜欢台上十号女嘉宾 汪京那种姓 因为她很吃辣 但不是天的那种 我一直觉得就是这舞台 会找到我自己的另一半 我相信这个戒指会给我带来幸福的 13号 那个戒指就能给你带来幸福 你带那个戒指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事吧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一次 我一次从大连回来的时候 在火车上遇见一位小姑娘 完了我就在那块蝶 那个幸运星 就主动过来聊天 彼此聊挺好的 后来她把戒指送给我了 她给戒指送给我就知道她要干什么了 那没有故事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后来 一个女孩送一个一个男孩一个戒指 就为了点星星 她把戒指送你 你送没送人星星啊 送了 后来她我回家 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我玩我也没急 你是 你是